哈哈哈哈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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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掌声欢迎 哇 好漂亮 大家好我是六八 两个人是在同一部剧当中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请坐请坐 好的 刚才这个提议结束了吗 提议结束了王总您觉得怎么样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你要是安排了一个你过来的大哥 在你心仪的女孩面前有所表现 女孩对你觉得你挺男人的 是 要下回不是你过来的吗 一定不能采用就是武力 但是他狠你要比他更狠 哦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热巴对他这个提议满意吗 满意吗 满意吗 我看见他回事 我开出发音 都是女人 也是我的天 你不要这样靠我 哇 说得好 感染了 我作为一个老总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提案嘛 就是女孩子对于男孩子在电影院里什么样的行为是比较接受的 你会讨厌什么样的行为 我觉得在电影院大吵大闹干扰到别人去看电影 或者说是提前在后面剧透 我觉得会有点焦虑 来吧 把你的提案再讲一遍 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历史背景你要讲得出来 导演是如何导戏的 哎呦这个光是怎样走的 要怎样吐的 然后看似他 你怎么按自己 就这样的讲 就是男生什么样的行为 会让你在电影院里加分 比如说他坐在我旁边呢 他要这么走过去的时候 会小声打招呼 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坐那里 而不是就站在那里说 哎让一下怎么怎么样 觉得会 这也就是碰见你 要是碰见杜月的话 来对不起我先走了 有男生约你看过电影吗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多可能 小妮小妮 真的没有 出手啊 都已经说这样的话了 等一下 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哇 惊悚 惊悚 惊悚愿 哦 这就是由于 好你害怕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不会太害怕 其实 是这样 你建议旁边做一个惊悚的人吗 你不能这么说白凯 这样我做的很远好不好 那你介不介意 就你们俩看那眼的时候 中间摆一大桶爆米花呢 买这个爆米花的目的 是为了吃爆米花的时候跟你牵手 你会接他这个茬吗 我会 打开 打开 就像刚才那样爆米花筒整个撒到他的脸 可以试着带一个小朋友跟女生在原地 这时候小朋友可能会童言无忌的讲一些话 姐姐你好漂亮啊 哎呀 我哥哥可喜欢你了 哈哈哈哈 小孩说姐姐漏了麻烦了 我觉得我一直在挡迪丽热巴的镜头 其实女生的关心不是想听到这个 就是有时候男生情商太低 理解不了女孩的意思 然后女孩提出一些问题 你给嗯 男生就会很傻就 哎呦 哎呀 哦 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哇这个 直接过去照顾他这样 我现在在很远的地方怎么办 你就是打电话说开门 先开门再说 对 假设假设 假设 哎 哎热巴 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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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说话啊 没信号 没信号 哦对不起 哦 哦喂 爸爸 喂你好 热巴 你怎么了 感冒还是发烧 感冒发烧 热巴 头痛 流鼻涕 嗓子痛 开门 好下一道 不可能让女生坐在我腿上啊 求生力很高 这个问题我们请热巴来演一下 好不好 嗯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是啊 你就是胖了呀 是啊 你是我心中永远最可爱的胖迪啊 啊啊啊 啊啊 哎呀 下来据说热巴 带了一道 让所有男生丧命的终极送命题 还有今天 是什么日子啊 哦哦哦哦哦哦哦 今天是我与你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哈哈好烂 太烂了 啊 我觉得应该如果女生问你 哦哦哦 哈哈 好严格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特别来宾热巴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你新年的祝福好不好 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正在收看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和自己喜欢的人长长久久 甜甜美美